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在哲午可以看到大家 那其實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今天是我們哲午來到新10後的第一場的講座 那我們就不耽誤時間 我們就先請一部會主席 我們就先請您可以來和我們大家談談這個主席 好 因為我站走 因為我比較矮一點 那很高興認識大家 知道有很多人是MBA 也不是很多地方 很多人是MBAs的讀者 就是很高興認識的跟大家見面的樣子 然後等下你們就會知道MBAs是很開心的 基本上都很慘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 今天讓我們在台灣介紹你們做了什麼 就是MBAs也是一個我站給大家介紹 因為有MBA以上有一定 不是有兩種話的意思就是 那我現在就是 這一頁就說 我們要講的主席 用我是誰的公司做 然後我現在是MBAs主席 然後我要嘗試這個非常高科技的下一頁 一頁跟我朋友 一頁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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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其實是要講我們對評論文學,因為報復基本上是一個書題和文藥題講的,評論文學到有效, 然後我們辦了一個生效文文,然後現在擴展到成任的評論文學講, 但是我們現在擴展到成任的評論文,然後再擴展到成任的評論文, 好,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N-PASS呢? 我們一個簡單的句子就是,我們是1930直到未來,電影音樂書籍的書籍的代表, 但是我們最近也累了一些,這邊可以看到,還蠻有趣的,就是我們有電影音樂的書籍,然後還有時間走, 如果有照大家的話,就會從1930到2010,這樣子會變壞,然後大家每次都會,我發現最近大家都會問說, 為什麼是1930開始,其實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大經歷,其實是因為,你看如果1930的話,都沒有辦法滿版吧, 對當初,曾經我們建立的時候,不以為世界的趨勢,桌子會消失啊, 我們自己設下iPad,然後大家會覺得,iPad上面滿滿意中的,就是一種, 考到23 1930的愛說,可是這樣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事情,都是很多人會反覆, 1930那樣是什麼樣子,像是郭文維成真,那種就知道, 台大法醫學教學院學院學院老師,然後說,1930是不是因為那個時候, 汪中仁對於共產主義的啊,一些反省的反省呢? 我說,我覺得這很棒,但不是,就是1930變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盡量地訪問這種意義的地方,就拿出這麼多樣子, 可以看到我們今年有些很漂亮的首頁,歡迎大家投稿, 那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這邊的4G這樣不錯,可以小一下喔, 這個就可以進入我們的網站,然後我用這個頁面來講一下我們的特色主題,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評論的網站,但是我們不是一個純溫的網站, 就是我們今後不太會談論,純溫純創作, 就是我們如果有些投稿自己的心情想說的話, 如果沒有特殊真高的話,還是什麼功能, 但的話,如果我們用三個詞會來簡單講, 我們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已經主義了, 假如我們沒有實在這個網頁上面,但是, 看久了就知道我們有一定想像這樣, 但是也不會因為這樣子我們就不跟這個有所衝突的網站, 就是他們到現在還沒帶來,都不用問了, 我們有些特色主題,譬如說諾戴爾獎的原本, 就是在講一些就是諾戴爾獎德國的文化獎人, 包括一些化學家、物理學家、文學家的一些電視, 德意識未來,就是一個蠻有意思,就是講好的, 就是整體來說,德國這個, 因為德國是個現代的概念,其實他以前還包括了奧雄帝國其實, 就是這個統一德的立志,就一個專業, 然後還有一個俄羅斯,墨基俄羅斯的, 這也是一個廣義的俄羅斯, 他包含蘇聯跟一些就是靠旗艦和諾戴爾的帝國人, 然後在這裏,摩戴爾獎幫是有個人其他的主題, 雖然裡面文章沒有很多,他在講反對摩戴爾獎的主題, 因為其實生活在感動, 不自信的反對摩戴爾獎主題, 然後我們有一個搖滾世代, 我們有一個就是長長公道的, 我們在日本演習,摩戴爾獎時代的寫手, 然後最近我們今年中退出的《女性決議》第二章,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六七年金決議的方式, 可能他第一次推出《女性決議》第二章這個主題, 但是因為老實說第一章不一定有能力的, 就一直打給他們去看, 然後我們有一個相當,我覺得相當特別, 就是我們英雄的進化為我們這個主題, 這是在於是我超級英雄, 就是曼戈爾獎的超級主題這個主題, 因為一般人認為,像是曼戈爾獎, 還有你們經典的處理沙災, 所以這東西不可能出現在, 我們新網站好像還不是我們想做這個主題, 就是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看你什麼定義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超級英雄, 大概六七年前的時候長期, 我們是以非營利的內容媒體, 是不是出名很秀, 我們是你簡安樂樂樂消息的熱情, 超超級英雄, 到現在都還不是很好奇, 然後我們的粉絲, 我們日能處, 現在追蹤是超過15萬, 然後按讚是14萬, 大家分家總, 如果你馬來沒有按讚, 我們很希望你們按讚, 追蹤的話, 希望你們馬來再按讚,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突然想到, 好窮喔, 也許可以申請文化度的企劃經費, 就第一次想到, 就完過一天就太糟了, 然後我就去申請了, 我會往生的計劃補助, 然後他們就告知我們, 這件事情就是, 今年的特別補助對象, 要做一個推動新上年月, 什麼相關的東西比較有機會, 後來想想是被騙人, 但是, 我就有好玩任何要做什麼, 然後我想說, 那時候新上年期跟文學講吧, 然後寫了, 幾乎通過了, 然後幾乎通過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 開始要進入一個籌備期, 就是15歲到18歲的青少年, 評論文學長, 是什麼意思, 可能就脆弱了一種,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 一開始我們還做一些, 或是小禮討論, 就是跟一些, 比較有壞人, 老師我們那一個, 因為, 嚴格啊, 認他什麼, 真正在做, 就是, 整個在做專業的文學, 我看, 就是, 遇到一些煩惱是, 就是有開始的, 宣傳外貌的行走, 然後大家都說, 喔, 我心上年應該得行的小數人, 可以加恩成績, 應該得到一些愛, 然後, 最後一種, 一開始覺得, 都會真是說, 蛤, 然後, 然後就開始發現, 這事情, 就是當你說, 親上年流行的時候, 小文學也出現了, 就是, 這, 這跟一般的, 文學的, 就是, 讀書過程, 然後就發生了, 下一個事情, 大家可以, 找一下這個聯繫場, 這個是, 去年, 跟今, 就是今年的, 青少年流行動文學講師, 並說到, 從今之後, 認真好, 認真好, 呵呵, 如果找進去, 不可任何情緒的話, 可以知道, 為什麼去年, 這個聯繫, 就是去年這個書, 大家的聯繫, 大概觸及率, 是十萬人次以上, 然後, 討論非常高, 但是, 而且是一半好一半好, 不想, 大家可以掃亡, 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你看, 沒有滿滿的力量, 沒有滿滿的力量, 沒有滿滿的都不好, 就是, 大家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聯繫的話, 就是我們, 其實真的很多書, 今天總是增加到, 快兩百本了嘛, 就是有非常多的, 很符合我們之前說的, 那個, 嗯, 你們知道主義社會主義, 你聽什麼嗎? 有非常多, 社會可以說, 真的久了, 然後就滿滿的東西, 一直下來, 然後馬上就, 在網路上就很多, 主要是研究生嘛, 主要是研究生嘛, 主要是研究生, 他問說, 怎麼可能, 書上面怎麼可能, 寫出這個東西的理論, 我都寫不出來, 然後, 因為其實一開始, 看這個, 就很在意人的看法, 那邊拖寫, 就很多面連結, 會看一下, 還收集比較, 看很大, 但那我就, 就覺得, 就沒有人被罵了, 就有一種, 而且要舉個例子的話, 記得那個, 希望那個, 不在現場, 舉個例子是說, 裡面居然有付出的, 就是, 時報書的人, 記錄時報書的人, 就是, 經濟不流動, 他在講, 經濟的經濟學, 的觀念來講, 經濟活動, 因為, 這是老男子, 很有趣的書, 基本上是, 他就是, 不少找東西給我, 我都看不懂, 我是研究生, 這裏包裝就很不可能, 然後, 其實, 一方面覺得, 不用管他之外, 一方面心理的認識, 講到就是他所謂的, 但是, 有很多人, 就是, 很高興的分享, 有時候, 這個很難, 但是覺得值得一時, 應該終於有了, 然後, 發生, 就是出館之後, 很多的分享, 然後, 其實, 就是, 去年, 大家也, 總之, 我們去跳了幾個, 先到去年, 就是十月, 他生的是台南, 十月的時候, 我們有頒獎, 然後, 那時候頒獎的時候, 十多的人, 是萬日子老師, 中山社會老師, 中山社會老師, 他們就說, 法國人, 就是, 法國他們的那個, 就是, 哲學考學, 大家, 那些天下啦, 教育, 都很高興, 他們說, 為什麼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台灣人真的做了, 台灣人跟我說, 見不到, 這不是奇蹟是什麼, 然後, 那是一個非常, 非常讚的演講, 大家可以Google萬日子, 然後, 我請送的朋友, 我覺得這樣, 我又, 我會幫他的那個, 周圍主婦表, 對, 好啦, 這就是南版, 寫下面我寫的句話, 這也讓我們招安智雯, 因為我們去年的得獎, 首獎, 作者, 他寫了正義與差異, 整治的, 他寫了非常好, 他在投稿的時候, 他不滿, 好像不滿17歲啦, 他現在還在傳說, 很低一點, 對, 這這邊很, 怎麼樣, 我應該大概可以Google一下, 這樣子, 然後, 而我們電影類的投稿的得主, 投稿的時候, 未滿18歲, 他是不是, 就是, 20年一太過賣的, 而且你還蠻想像, 20年一太過賣的, 這部電影, 居然還有人能夠再寫出新的東西, 很可能, 就說不行, 這麼多人, 可是就是有人寫出來, 我覺得他年紀很小, 而且他不是說用很多人, 很多人, 他只能去, 都會寫出一個, 很小的, 人家是很小的, 你可能知道, 有一位年輕人, 他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 然後, 都可以畫在那裡, 然後, 他在裡面, 就能解, 因為他這個內容, 我記得很多, 我記得, 那些生物工程相關的, 就是, 剛才人家小房間, 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 是個男孩子, 他因為他的, 社會自然科學隆美的, 去寫了一個, 我完全沒有讀論, 但是, 這場是非常棒的, 可是, 因為沒有這個, 就爆炸性, 就沒有這樣, 總部量比較低的, 那個, 就整個步驟很高的, 樹皮日落, 非常多啊, 總得一千多次啊, 那, 那, 這個步蠻辦的狀態, 那, 下面那個, 在上面, 你可以幫我, 稍微, 步蠻辦的狀態, 耶, 蠻辦, 那, 這是一個, 很有功德, 評論文學, 大家先看清楚, 評論文學獎, 當我們在辦, 青少年評論文學獎的時候, 大家就會有一種, 這就是文學獎, 還是評論文學獎, 還是評論文學獎, 證明知道怎麼做, 亂句, 可是我覺得, 我先想幾個問題, 例如說, 當我在思考的時候, 我當青少年紀很久以前, 到了年輕的時候, 我平時應該回家做假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 農學獎的, 農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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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直寫作? 從人覺得類型, 做為, 這讓你們主要寫作類型, 適合成最佳的嗎? 就是說, 我後來, 就是我家凡事業, 所以在你平時我就講, 這個世界, 有趣的世界, 又有意義, 以及他, 又生為意義的事, 我就想說, 絕對我寫很多, 我寫作不是為了, 成為小說家, 應該說, 如果可以成為小說家, 當然很難, 可是, 我正在寫作目的地上, 我想要瞭解自己的事情, 我想要瞭解世界, 我想要讓這個世界看見我, 讓世界告訴我的事情, 絕對大部分人在寫作會成功到已經, 底子大家會很容易地, 會傾向於去看, 那些獎金比較高的東西, 然後去用目的地區, 回去回饋, 放棄很多人, 長得喜歡去殺, 那蘋果的目的又是什麼? 所以我馬賽開始講的話, 為什麼我當我們講到電影蘋果, 音樂評論的時候, 你們會想到, 好像有很多人, 是知名的影評家, 樂評家, 他這輩子好像沒有做過的, 是不是就是終於叫做音樂評家, 樂評家? 那為什麼? 這些人讓人覺得很全微, 但是為什麼書評也有道理? 怎麼會有一個人說, 他是知名的書評評? 為什麼會找到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讓我有一個觸碰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 因為語評的樂評, 這個東西, 他的內容, 這相對是, 跟一般主要講的, 都是可能比較有限, 就是他詮釋的, 就是他詮釋的範圍比較廣, 所以當書評的話, 你擁有這種念書, 你擁有基本的學問的話, 其實我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馬上看得出來, 可是語評的樂評, 語評的樂評, 每個人都有資格, 我把表紙看法, 然後做什麼意思, 這不真是個壞事, 可是當語評的樂評, 有種, 有人是知名的儲物的時候, 我覺得這狀況很好, 因為, 就是這樣, 中文問題, 寫破跟評論, 差不多都會回到, 評論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決定, 什麼是好的寫作, 什麼是好的評論, 評論就是對於好的寫作, 然後我們要回到評論, 評論評論是什麼, 但是什麼是, 什麼是高尚文化, 什麼是金線文化, 那我現在開始講的, 台語, 我講的二航文化, 我會講的, 好, 我已經最偷問了, 我就罵面了, 哈哈, 念了什麼話, 對, 高雅的通詞, 大眾是什麼, 因為, 其實我們真的要問的是, 接下來我會開始解釋, 文化是什麼, 那我們講文化是什麼, 還有非常多問題, 很多問題, 都可能去學院裡面, 都可能你從心裏知道, 文化有多多就是, 然後我就簡單講我的結論, 因為我是經常有些, 選擇其中的, 其中的心理還是選擇的, 看法, 文化就是人類是什麼, 就是統治是誰, 總是誰, 他們就會同事, 所以說, 文化到我們定義, 文化品味的時候, 一個高的文化, 代表是, 有些人可以有權利去, 直接去去, 去經營那些高的文化, 然後現在可以拒絕下面的人, 去理解那些高的文化, 因為文化的這個定義, 它是有一個時間性流動的, 所以, 慢慢的大家會改變這個東西, 然後, 當我們就問說, 人民是什麼的時候, 就是, 同屬階級是什麼, 然後, 控制的階級是什麼, 那這些東西不會改變, 它會, 隨著時間會改變, 我們會把這件事情, 就是, 簡單說就是, 當人民是什麼時候, 我們要理解, 人民是複雀, 人民是非常非常多人, 管理要有的東西, 愛自己的事, 這比有點難, 三個路比較簡單, 我們來, 您有請用一個, 它是一個文化的平衡學者, 文化的平衡學者, 文化的平衡學者就是鬥爭的成立, 就是反抗, 所以, 它就不是, 由上而下的長期文化, 而是, 由下而下的四大文化, 如果你可以想像就是, 譬如說, 我們覺得, 東廟是一個四大文化, 它是一種很真實的庶民文化, 但是, 根據這個理論, 我們不是, 這個想像中的真實, 並不存在, 並不存在一個, 是種, 讓人要覺得值得很去的, 留戀的那種東西, 然後, 它也, 它這邊都是它反對, 所謂的大眾文化, 也沒有文化, 我們能講, 其實是普普國, 普普通的, 普普普跟大眾文化聯盟, 因為我們不是不一樣, 大眾文化講, 我覺得, 我們講的是Mess, Mess是一個, 團色, 所以, 這面目不清的 像是烏鴨灣集合代食的人民 就生產出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在大眾文化 但是我們能講普遍的文化理論的話 它有很多的定義 然後我偏愛的定義是這種定義 它是一個意義的拆解能力 所以你可以透過你這個意義的詳細來抵抗這個制度 那接下來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人 就是Hole 這句話 通俗文化理論就是人民如果構成人 就是他所謂的Hole 都是他所謂的 但是他有一句話就說 人民跟社會上很多人 當然也是任何單一的個性的地方 他覺得各式各樣的生物主題 所以當我們討論什麼叫好品味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討論的是我們的朋友什麼 其實朋友我做得快好 但是能力所持有做出來的圖 我們體 neuen文化圖問 Tefoot 甚至哪裡都會出移動的文化 超爛超爛超爛變成不同話別人超爛 但事實上的文化文化 Warren 那些畫面是這樣子的,那些畫面畫面還有大陸的畫面頭 但是它並不是總結,總結,有些總結的 那,我們下一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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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不好意思,不想講 那現在,前面,前面,前面的請中間來講一下,去年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兩部自己佔了電影內所有投稿那樣的主題,我們的12.5 而且其中一個佔了7.5,就表示,剩下那個剪法那樣 這部電影嗎,這個7.5個電影,年紀比所有的落稿有多大 然後猜到了嗎,是褲蟲的世界,然後大家心情在這邊想一下好了 為什麼是褲蟲的世界?為什麼是1998? 這件投稿的人,明明是之後就都要看死了 那,真的是,他們是褲蟲蟲的想要經驗地去看那一件電影啊 還是,還是死了嗎? 然後,一方便的想,除了世界好,它是一部好電影的說 可是它好像有一次電影的嘛,但是,因為是褲蟲蟲的片 然後是金凱瑞的,好腹敗疫情,所以主角最多 去年當稿片,主角最多的是金凱瑞,所以收到稿件做話的精力的時候 金凱瑞或是最大的贏家 那,我們就是提到那邊,為什麼是褲蟲的世界 來了,就是我們來到一個比賽,就是 評众文學長作為一個比賽,大家不會想要贏 可是其實你贏的過程中,有一些偶然來說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事情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要集中在這部電影呢? 因為這是一個特別好的電影,特別好選的電影,不特別好好的電影是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有趣的圖,是來自一個懷舊製造福祉的書 是脈有種文化出的,它是一個算是心理學跟老神經科學的科普的書 這邊在講說,下面那個四周,就是它一講下去你在二十歲 就在二十歲你的相片說你的記憶是非常非常的隆起 就是一個有名的理論,應該說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理論,叫做記憶隆起的時刻 它描述這個東西就是說,當你回到六十歲的時候 你回去看你的比賽車的時候,你常常會說 我當年在二十歲的時候遇到的也很難,但是我沒有跟它在一起 我記得它的嗅髮披露,然後它離開了對你 那最後那一幕決定了我的醫生,但它真的覺得你有沒有醫生嗎? 沒有,那是心理、記憶的隆起 人會覺得,基於一些生理上的原因,還有社會結構的原因 人會對自己二十歲初期的音樂、書籍、文化、食物的味道 會印象特別的時刻,然後當你人生每下雨狂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已經也過了,也過了我二十歲,我真的覺得我人生還想過 不知道怎麼生意還要不是 每下雨狂的時候,你就會想說 但是當初,十九歲的時候,沒有跟那個男朋友分手的話 所以我就說,當初的時候,我記得很想看 那時候,中間我第一次出了一個什麼專輯 天下手跟那一件事是最棒的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演繹酒 每個人都會學自己二十歲的時候的歌是最棒的 可是是每個世代都是這樣說 所以每個世代都有那種 現在的年輕人聽的歌都不少 所以,這些我們就來問了 我們在1998年的時候二十歲的時候是誰啊? 是這些人的嗎? 爸爸媽媽跟老師啊? 一些媒體要解開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你在1998年的時候二十歲的人 你現在差不多你在學校有一個還做的工作 然後你可能... 這小孩,這小孩已經十五歲了 所以這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所以這個是跟爸媽或市長強迫使得出門的事件嗎? 可是你看那個文章,你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 背後要有更好的東西嗎? 因為... 剩下我們會知道 剩下我們會知道 剩下我們的話啊 是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半天 至少會珍愛到我的傷心 就是跟我們出去想說 但是他們放棄了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半天 要選擇 你自己找我們出門的事件 其實是因為我的推測 不是因為他... 對他重要的人 跟他說節目第一的價值 所以我們都... 問題不就回來了 文化就是... 尋找意義的節目遊戲 這裡尋找意義的節目遊戲 這裡尋找意義語 Gandhi 你說你反掌的 你說火神月 等一下ите 作品我 Smile 嘗試 你... 不過還要講阿 你,我有些這麼... 我... 你就這麼可以吃 因為... 那這個すご喵��을 可能是覺得自己像一個被一個像是自己爸爸的人所控制 有任何許人的事件實在想有一個像爸爸的人就是在後面控制他的意思 那很可惜就是那些投稿人大部分他們就寫出了這一堆東西 他們很無意識的選擇這個 他們被父母的名為新長的名為界定了框架 但是他們其實有機會寫出自己的東西 但是因為去年剛好沒有 所以去年就是請他全世界抽一個人之外 結果不要特別了 啊這不是說去年人販壁 全世界很值得寫 你寧姨貜brail都會寫出新東西的蠢沒力可以選吧 我們就是在問說意義是什麼 就是譬如說在爸媽18歲的時候看了蠢沒世界覺得超棒的 然後小孩子到高中的時候小孩子可能沒有反倒 我在附加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想投入一個電影的評論 可是不知道哪一部電影比較有名的棒 他說什麼的世界啊 這其實我公平來說是顯示了一個 我認為是受客局的問題 這比較沉重啦 但是大家就是用比較善意的心情去解讀 我們可以從這個狀態推薦哪些 狀況社會也算了問成 因為是開放的選題 又會變成父母的文化資本品 因為在書籍評論這一塊 你幾乎看不到這麼 就是沒有評論 評論一大差撞成這一塊的狀態 然後尤其是當你真的 因為像他還在找尋父母的時候 如果你選題開放到某程度的話 會比較有令以來自特定階級的人 那所以我們的電影類的選題其實是 是半開放的就是我們建立的設定的準題 譬如說有科學存在與時間 有女性與上電影 有人權與平等 然後有就是法律與電影 就是我們其實正確來說 你應該從這個框架中去思考 我們希望你才有什麼東西 但是你頭幾乎都可以接受 只是很不遭遇 對 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 存在著一種不透無漢 但是沒有完全的評論 我現在捲評論 就是這並不是欣賞我們的問題 而是社會上所有的體能 片影的問題 這樣子 有一種兩種主張類似 一種就是一句 你都要講原的話 明導演 你做明義若法演 然後你把這些拼在一起 之後你要一句話是這什麼 這很奇怪 就是我一旦可以 原理明導演 做明義若法演 可是你原理它 你的目的啊 要創建命令 你的感覺 你可以幹嘛 嗯 很不算 可是很常見的狀態就是 引完 然後你說的很雷 嗯 對 因為 它會變得很雷 你就是碰碰而壓 說的蠻貴的 另外一種不是 存在著自己的感覺 它變得辛苦 因為你只有感覺是沒有辦法 跟別人有教育的感覺 感覺 感覺 有好想辦法 有的感覺 對這個不變的感覺 對另外一部電影的感覺 對另外一部電影的感覺 我就很放鬆 你能不能把它品出 就是 用的時候你的感覺沒有價值 可是在評論 文主講 你沒有大本教育評論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無法評論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群所愛的價值 會讓文章辦起來有不價值 所以有些人會寫 我不知道它是真的這樣的事情 很強 沒有寫還是 其實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它會寫出某一種 圈內容平衡的風格 就是 覺得 不方便指 你到今天的時候就是 這個就是有一種 習慣的寫法 可是 為什麼 面圈很重要 我們經常都告訴我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在講 回到文化期間的時候 然後評論 文化品味是什麼時候 我們在講 這一次我去找編解的過程 在評論 一個評論中 你都會像你有作品 你平常會這樣 會作者 或者你平常會這樣 是 那是法評論者 但是你在哪裡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其實這樣的評論 我們可以講 其實是幫助大家去了解 或是去把它發覺出來 意義在哪裡 就是 你是重要的 然後 跟你不要接我 你也感受 因為你也感受 不辦法評價 好 就是 評論 請問評論 就是 我跟作品的觀點 它第一程式是 透過重述過頻的觀點 不建立自己作品的觀點 這句話題很簡單 重述過頻的觀點 可是 你知道 有些人講節目 譬如說劇情人 簡介的東西 都沒有講 就是 很難想像 就是 就是 其實 我們也不能說他寫不清的定義 而是 通俗文化 譬如說 通俗文化的文本 你一定要在各個地方 譬如說 你餐廳的菜單 然後 如果是上一段話的話 希望你上一段話的背後 可能拿來三十到五十字的結論 雖然沒有很多東西都是靠實 可是你在三十字到五十字的結論 就很像 你的潛在讀者的理解 然後 絕對你的辦法 對你的辦法 那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文本 我們按著寫 如果是秋文的小看 《奇魔電影》 《宅妖妹》 是片商的 很努力 因為有的文神 埋伏在片商裡面 努力地寫出一個 其實這部片很成功 但是我來騙你來看 已經很棒了 很開心 那你重塑作品的觀點的時候 重塑作品 重塑作品 重塑作品的觀點的時候 就要建議自己的 作品的關係 然後這個建立的工夫 都建議要好一點 因為你明明看著 《奇魔電影》 覺得它寫得很好 要嘛 就不要了寫我 寫得不好的事 放在其他項目的 不然就不要花很多 聽起來去寫給《奇魔電影》 然後 第二層次 就是我跟世界的關係 但其實重塑還是我跟世界的關係 但其實重塑還是我跟世界的關係 因為重塑的關係 我 我方向來說 這是 意思 你跟世界的關係 是一個容忍的關係 重新購入 重塑的世界 建立了自己 跟世界的關係 我們要合到 上去去看 都跑掉 這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什麼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你是誰 你是誰 你屬於哪個階層 你願意 你願意怎麼樣被統治 或是你不要被統治了 你要統治別人 類似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 有權容量 它其實是權力不斷 就是大家常常會把它 想前世 用很不派的文字 用想大家想不到說 你不信你 每一次寫評論的時候 你又是會重新駁回這個力量 譬如說你決定這篇 全部都要到台語 國法的事實 這是你的駁回的力量 可是你如果 外出就是導致這人看不懂 所以你要去追給大家看 你這樣還是看不懂 對 就是你很多的機會 可以改變你現在的現狀 就不要去跟他做事 你如果歪掉的話 好 然後我就結論來了 我覺得 台灣現在有多問題 就是 M-plus可能不存在 就是因為 逃避你個人的在地位 是因為我們以前的選出 就是那種不歷史過程 跟我們的社會方 讓你 你一開始的定位 我是誰 我是台灣人 還是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世界人嗎 我是亞洲人 我是中國人 但是 你必須不停地定位自己 就在你的GPS之下 你不停地在這世界中 把自己在那世界化作為一切 這是你的文化 或是你做一個人 或是你做一個 主選的 必要的事情 可是逃避在地位 是一個 我們最近 近幾十年來的 美學的選舉 並不是說 你所有的美學 所有的文化作為 都應該要很重重的 去 去負擔我們的政治 和歷史問題 可是問題是 你沒有這東西做一個 譬如說 你沒有一個核心價值 文權 自由 或者什麼 自由 其實我們的話 才幾個網站 那 同樣的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也不去想自己是誰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沒關係 可是你沒有在想 你沒有在想的話 你就永遠想 你就有好的評論 因為你 你做我地位是飄移 你跟那Pokemon GO 你的GPS就飄 真的 GPS飄 真的很老人 你就刷不到帳牌有尊 你刷到海照的帳牌 你就樓越找不到 那我根本解剖我 對 你不可能苦苦思考自己是誰 你沒有勇氣說自己的定位 因為你的定位可以是錯的 你的定位可以被別人討厭 但是你不能夠不去做這件事情 永遠不可能去做好的評分 好 那 就是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的 我們M-Class的另外一句 花錢派詞 會寫出來的就是 像文化力量從少數人 竹裝情放 所以歡迎大家 請問一下 154年 那 我們說文學 或者是說文化力量 跟誰那裡說的 我們來說就是 筋費 其實 這個東西到底什麼東西 是筋費 就是 我想到就是說 這個 大概應該是在1980年代 有一個人有一個教書 然後他寫了一本書 一本書叫做封閉了美國心理 那這本書在講什麼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在批評說 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 當時的美國的大學教育 就是受到了一個存在主義 受到當時開始出現後現在主義的瘋狂 學生都去讀一些指的罐罐的東西 都不去讀 他覺得說經典的作品 那什麼是經典的作品呢 就比如說像是柏拉圖的影響 奧古斯丁的這個 反正就是那一種都很透 大家看一看都看得懂 然後接下來以後一轉 就看著聽說現在的社會 就是大家都 這個品位都越來越低俗 都去聽什麼爵士樂 然後沒有人再聽出去 然後都在看這種 看這種品位很低的這種電影 暢銷書 那大家會覺得說這大學學者寫的書 突然就是那一種 我們書店有清倉的時候在哪 就是偶爾都要清倉一下這樣 那種說他變成 就是大概那幾年都會變成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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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的書 就是說到底對於什麼東西 他可以算是經典 這件事情其實他有一種很明典的這種看法 就是像我們翻譯到的 還有一種看法 就是就是 我只認定有一些東西是這個 那其他的東西其實 我會認為那些東西就是 他就是只有我們時代他才會 才會出現 那經典的意思就是說 他回應了某一些 就是超越 超越古今的你覺得重要的問題 那後來有一些大學的這個體制裡面 會反映說 是不是我們要在一些 所謂的這個 人家公司教育裡面 我們要放一些 呃新的東西啊 比如說 譬如說 後製品主義啊 新主義啊 後製一些東西就是比較 大家聽起來比較 會學的這種 這種 這種學科 那這個 五點派的人就會把 對 你們這些東西啊 就是 就是 所以說這種辯論其實 不只是說在這個 嗯 其實都照過日常 對於是 道行之主典之的事情 其實他也會 嗯 就是說 是一個不斷的在討論的議題 那其實 除了這些東西外 也有人會去 應該是在前幾年 也有一些人會開始 怎麼說 這一些這種 古典 古典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事情 其實它裡面呢 有很多內容 如果 假設有一些內容 它涉及到 比如說 啊 性別不正確 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帶學生 這個東西 如果說 這一部作品 我們認為很經典的作品裡面 它充滿了各種 厭侶的這種情節 或者是說 然後 譬如說 呃 如果現在 世界人說 這個字典裡面找得到的字 都不算帳號 對不對 對 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些這種 政治不正確 或者說性別不正確 或者說現在的 角度看起來不正確的 有一點不正確的這種 情節 或者是說這種論述的話 那我們要怎樣帶學生 去讀這個東西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 一個 涉及到這種經典的這種 很多的這種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這個 泡偉來跟我們談談 喂喂 大家好 我今天沒有準備泡泡泡 就是 因為我想說是對談 然後 我想說就 呃 剛剛會講的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 列出幾個 呃 我覺得我可以談的點 然後去做回憶 然後讓我做這個 最近就是不好意思的練習 然後 最近也有另外一個論壇 然後他就一直 就是 就是 要跟我做這些 行錢準備 然後在行錢準備 他們就要求這樣給大家 不要大型 那個講者都要寫兩千次 那個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就是 我要上去罩著念嘛 然後這個 這場就是很刺激 可是再來之前 就發了一個介紹 說那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喔好 然後當天就來了這樣 所以你就 空手上掃也沒有 好 然後剛剛講到那個 奇魔電影的介紹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小的 就是我之前看到一個小資訊 大家可以參考 我還蠻喜歡有一個 臉書的粉專 叫23.97France 不知道你們在看 F-R-A-E 23.97 然後它是一個介紹電影的粉專 然後它曾經有一個 五部片它就是在講說 如果你要寫一個 簡單的電影解介 它其實是有公式的 現在 因為好萊塢電影已經發展 這麼 那個公式已經這麼成熟了 它其實 你寫電影解介有兩條公式 第一條公式是 你先寫 它就是四個 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導火線 第二個是主人工 第三個是情節 第四個是反開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彼得帕克當 身為一個記者 他在追尋各種資訊的時候 不小心被蜘蛛咬 於是 成為了蜘蛛人 導火線 主人工 成為了蜘蛛人之後 他運用蜘蛛人的能力 分清目點嗎 就是 幫助 因為它是社區的好朋友嘛 對啊 蜘蛛人社區的好朋友 然後結果 然後他要如何在就是 幫助社區之外 還要面對巨大的反派 綠蛛人 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 就是你再把這樣子的字句 再純化一下 再更精準一點 它就是一個定義成績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你先講主人工情節 然後反派 然後目標 然後冒行星 就是 它這個就是 可能比較像是那種 日本的場景 就是 某某主人工 他為了什麼目標 踏上這條魯夫 然後在路上 魯夫為了找尋 一個大祕寶 所以他踏上了航海之路 結果在 這個 每一個 路途中 遇到非常多其他的 呃 海賊 大家要跟他搶 然後他如何要 在這個追尋 一個大祕寶的過程中 然後展開一段 愛與友情的故事 他的公式 可是 主人工情節 反派 目標跟 冒險性 就是大概這兩套寫法 所以其實如果未來 真的大家有很實際 或者是剛剛我也有聽過 一些是 在學校教書的老師 如果你要告訴學生說 你要寫一個簡介 要來 summarize這個故事的話 你可以怎麼 summarize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東西 它不是萬用 它是因為現在好萊塢的電影 已經非常出手 所以電影 電影本身有一個公式 所以再從這個電影的公式 簡化成一些電影簡介的公式 我們剛好看到這個 就可以做一個補充 那 呃 剛剛聽完英瑞講 我其實自己找到幾個 關鍵字 後面有三個字 我大概從六個點開始看 第一個是 品味 品味這件事情 就是在我 呃 我以前還是一個 呃 很小文青的時候 然後就 呃 有些時候是性命回到文學獎 然後 也就因為文學獎 從文學獎頒獎 會接觸到一些提升 所以我就認識一些作家 那 很多作家 上一輩的六年級 或五年級 他們都在當編輯 那編輯就會需要寫手 就是各種雜誌的編輯 所以我覺得 也是很幸運的 在那個時候 有被一些 呃 編輯找去當寫手 做一些採訪之類 然後寫一些稿 然後當然有一個小故事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以前 小時候 上大學之後 然後 有一個演出 其實某種程度上 比較像是 文青加分青的種合體 就是 一方面對這種文藝很有興趣 另外一方面 就會自認 說 你要 派要平等 要自由 就是資本主義是萬惡 然後 就是 這些講品味的 都是中產階級 然後就是 你們都是 資本主義走狗 那年代 那年代 還有沒有就是 現在大家都會共產 就是 會覺得好像 要這樣子比較 比較進步 所謂的進步 一點 所以那時候 品味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 有一點帶有 負面厲害的詞彙 就是 好像他一直去強調什麼 是好的 像我以前也都很討厭 經典這兩次 就是我都覺得說 你一直強調 經典幹 就是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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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 所以 品味對我來說 是 負面的詞彙 可是那個 那個 那個我被邀去當寫手的 過程中 這個小故事是 某一個A 我就不曉得是誰 一個A編輯 他就要介紹我 可能另外一個 B編輯 在那個過程中 然後這個AB 都是小說家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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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有很多 還是有很多 很多寫小說的 好 也許 不要再講 那種編輯呢 就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呢 是A編輯找 B編輯 不太認識 然後那時候 B編 A編輯就介紹我 這個是 盛浩維 他是一個 就是剛上大學的一些 一個新學手 然後 然後 品味也很好 然後那時候 其實有點像 什麼叫做 品味也很好 就是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 負面的詞彙 那種 用這個東西來說 我呢 好像我就是一個 就是中產階級的人 對 就這樣 然後呢 痾 B作家他聽到這個 他也是覺得 喔 品味很好 那不錯 然後我就 吃驚 原來我崇敬的 兩個小說家 大家都是這麼 就是 總資派嗎 非常生氣 小時候的小朋友 那後來 然後 大學完之後 經研究所 然後 其實也讀了剛剛講 文化理論這樣子 然後 但後來我發現 一個有趣的事情 今天在這個講座 邀請我的時候 然後我看那個簡介 然後本來就想說 喔這個東西大概 我們可能到最後 談的這會是 談不敵二文場域吧 就是 Habbit as I 文化資本 後來發現 對 不敵二談的那個 那個概念叫做 habitus 叫慣性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以前讀的這些 有的理論大家 有誰有的理論詞 會叫taste 好像 沒有 那當然是有啦 可是我沒讀到 就是 剛剛因為有舉 就是 當然是有 可是呢通常 我們講得出來 這些大家 很有名的 他們在講taste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把它很限定 變成一個 一個概念 或者是理論詞 會在使用 就是他們的那個 理論裡面不是把taste 當成一個 一個 一個非常精確定義的概念 在使用 然後我注意到這件事 因為我時間很不好 而且我現在人不在學院裡面 因為以前我很多人可以去 讀書館找書 現在在上班又 比較沒有辦法 然後我在想說 那今天要談品味這件事 品味到底要怎麼談 或是說 那我們對品味 品味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在回想說 我們過去 我們在講品味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 這個 用中文講它的意義 也是 內涵也是滑動的 就是我們在講品味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可能是指涉 美學觀 有的時候它可能是指涉你的 當然它也有一個盥洗的成分 就是說 你習慣什麼東西 你就會比較容易覺得那樣的東西好 比方說你習慣吃很甜的 你就會覺得說 食物比較偏甜的才是好吃 假設是台南人的話 可能是這樣子 那文化也是嘛 就等下你習慣看 你習慣看好萊塢的電影 就可能去看藝術電影 就會覺得看不慣 因為互調還滿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些 等於讓我等於等於 超級不一樣 它其實是有一些 實質上的差異 那 也許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說 它的品味好或不好 或是說它的品味不一樣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品味又是指的 其實是風格 比方說我喜歡的是極簡風 我喜歡的是華麗風 有些時候我們就用品味講這詞 可是弄到後來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們品味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相當 在使用上是一個相當滑動的詞會 可是它其實沒有那麼被 我們在講文化或是 文化評論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那麼被精確的文化現場 跟概念 當然如果大家有這種意見 也歡迎兩位後會是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對話 補充或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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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我後來就在想說 那我自己覺得什麼是 品味 然後去查了維持 維基百科其實給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 有用又沒用的定義 它就說品味是你評斷 好 人評斷這個對錯或好壞的一個標準 然後就廢話 就是這個 這個定義講得很對 但是它太中立 就跟那個套套無疾一樣 它是不會錯的 但是沒有意義 就是 可是其實的話 我還有想說 欸 從這個意義 也許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 到底 如果我們要講品味的話 怎樣的品味才會是 一個比較 就在我們讀了這麼多文化理論 然後我們大家應該都具有一些 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不會是覺得說 一定要照我的品味 就是 大家要照我的標準手 大家要照我的價值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願意坐在這邊 聽聽 一定大家心中的那個 某種自由跟開放是有的 那個程度 所以我在想說 那我們要如何 在我們這個前提下 我們要如何去思考 品味這件事情 那 這個結論我最後再講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品味其實 可以很實際 在某些地方的展現 我現在做的工作 是一個出版社會的作業 什麼叫品味呢 品味就是 當我們在講說 這本書我們要找推薦的 你要找啥 然後我們講這本書 還是在講學運 因為最近香港也是在設立的 那我們找柯文哲好不好 這就品味很差 類似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品味的詩 你看它就符合那個危機定義 你就可以從這個東西去判斷 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壞 可是其實它背後是有一個 運作標準的那個 為什麼這裡時間點 你覺得找柯文哲推薦這個書 就是品味之差 這樣子 那這是 先講第一個部分 我還沒有下結論 但是我就先 這部分我先講到這邊 然後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評論這件事情 我大概在2014 13吧 12還13 13到15 反正就是大概這兩年間 我跟朱又勳還有一些夥伴們 我們就一起組成了一個線上的 電子的文學評論刊物 叫做秘密鼓哲 它曾經 運作過一段曲子 它也是跟M-Plus一樣 就是沒有賺錢 大家都是 非常的自我剝削的一個 就是不符合 老公平等的一個賺錢 那 對 我們稻費真的很低 我們一天才500塊 我們就是 休以期待 很低 對文章很長 然後我們都很不好意思跟人家邀告 然後可是 我們就是有一個 等一下 那個 我覺得 覺得 覺得還做還不錯 我們後來做還蠻不錯 就是跟一些大咖邀寶 就是說 不好意思我們寶貝也只500塊 大家就說 好啦 500塊很少 但看在你們是秘密讀者的份上 我還是可以給你們改善 就啊 好感謝 這樣 相對 那 好 總結就是一個這樣的 線上的 電子評論 那 那個時候出來 就被大家 有點被文學圈排斥吧 好 因為其實老實說 那個為什麼評論 那個秘密讀的雜誌 它的特性就是 我們每個作者都是匿名的分別 好 就是 投稿來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 單一窗口處理這些稿子 然後最後它看出來 看在那個 電子書上的那些稿 都是匿名的 你就不知道這天 哪一天是誰寫的 就連我們內部都不知道 我們每次出開 我們都在說 欸 你覺得那一天會不會是那個門的寶寫 然後就去問那 某某某某某某某 就會 不告訴你 就是因為匿名 所以可以罵人很兇 那我們之所以也會採取這個 就是因為 大概在2000年到2010年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出版業 尤其是文學的出版市場 急劇的下降 急劇下降 大家都賺不到錢 那賺不到錢 你要說這本書寫得很爛 就有點難期待 因為你就 就是 大家都賣不好了 已經賣不好了 然後創作文學 又那麼辛苦 寫文學又不賺什麼錢了 你還要 說這本書寫得很爛 那它就會賣得更差 那出版社就會更 更賺不到錢 然後出版社可能就會 一間一間一間到 它其實是有一個結構性因素在 可是某種程度上 也因為這個結構性因素 造成大家這種想念 就是 啊什麼 做你穿著 啊好棒喔 大師之作 哇康頂 這文壇一割 今年度就是他了 這個真的是寫出 人類內心的 深層跟優惟的 那個靈魂的質地 什麼 我們就覺得說 這都是屁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但是我們 我們要當面跟這些大佬講說 這個都是屁 就是也很難說出口 所以我們就只好 大家都匿名來寫文論 可是那個鄉院氣氛那個時候 真的非常可怕 我可以跟各位講 多可怕 就是 曾經有人 寫了那個評論 然後就批評某本書嘛 然後那個文鋒 被那個書的作者認出來 那個作者 他是直接打電話跟那個 作者 就是那篇評論的作者 就說 就是這篇是你寫的 然後 你可以把這篇報紙撤掉 因為我們的書已經賣不好了 你再罵你 就是 不要讓它有負面 就是 是真的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喔 那 後續主義其實是沒有 就是 也沒有撤掉 然後大家就是 就也就算了啦 因為 其實這些大佬他們也知道說 再鬧下去 可能就會變成現在跟中共一樣 就是 也不好看 但是其實 我覺得那個結構性進出其實是相當現實的 我現在進到書版頁 我會覺得 這個結構性進出真的是 快說大家不要 不要寫我們出版書的物理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那 可是 某種情況也是變成說 其實 評論 你去揭露一本書的優點跟缺點 造成大家的討論 其實大家才會覺得閱讀是有意義的 因為每個人閱讀 本來你就會讀這個書 你就不可能全部百分百同意 就是 他把這本書吹到天一樣高 然後你看到這三小 讀者就會覺得說你出版社不可信 出版社不可信 它就會形成惡性循環 大家就越來越不相信出版社的廣告詞 越來越不買書 書室越來越差 書室越來越差 書室越吹越高 然後就一再的進入惡性循環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 嗯 書室非常 非常差的狀況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是指說 行銷面 評論面 有這樣子的情況在 那當時我就是基於覺得說 這樣子鄉面的風氣實在是真的不行 所以大家才要 匿名就可以 要 就是把真實的這種評論寫出來 那 因為你 有的罵得很羞 那你讚的 稱讚的很好 這些書 大家就會相信說 我這個稱讚是真的 可是 讀者就會真的相信說 欸 你平常罵其他人都罵 罵這種書 那你這本書講得這麼好 我一定要去拿來看看 那這確實是有附近 某幾本書的銷量 我後來也有的書 那 但是 當然 我們這些年輕一輩 在這個文壇中的地位 就有點 岌岌可危 就是常常會聽到人家的就是 酸眼酸眼 就是說啊 你年輕人就是愛放泡啊 就是不懂事啊 就是這樣亂罵人啊 就是不懂以而為貴 什麼 因厚留於憲 我就 罵得很兇 然後 後來我自己 我自己14年到15年 我就跑到日本去 去交換留學 然後那時候 在大學裡面有一個老師 然後那個老師 他也是非常天才的老師 這樣子 他在我們女人發表完之後 他都會給很好的評論 然後就是 好像沒有一篇論文 難得到他 就是 假設你覺得這個發表的 碩系生或補系生 他的這個研究已經寫到90分 然後老師的評論 我還會覺得說 怎麼這篇研究其實只有60分 可是老師就會 因為老師就會講很多 就說 你這個地方要補一點 那個地方要補一點 你怎麼這個地方沒有研究到 你怎麼那個成果跟這個這樣 結論沒有連接起來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老師好厲害 老師好棒 好會評論 然後可是在那個交換留學的奇妙 那個老師他就 在某一個 我們那個和數 和數的場合 老師就講的一句話 他就說 你們不要覺得 就是 他很謝謝 很謝謝所有研究生 研究成 你們不要覺得 我每次講的 這些評論都是在 說你們不夠好 而是因為 評論這件事情 本身 就會讓我看起來很厲害 但他講這句話 其實有點點擊到 評論這個文類 因為本身 其實他是 他的語氣或行文或風格 讓他自己就會帶有一種權威性 因為通常我們評論不會說 我只是一個什麼市井小名 我沒有提什麼書 但我今天兜膽來 評論這本書寫的好不好 通常不會這樣 通常我們就會說 某某作者這個書寫的 就是 就是 然後 就是那個行文語句 或我們的態度 或我們的觀點 他其實就 形塑了評論的 這樣子的 呃 形象 好 那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跟剛剛 就是 因為講到那個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定位還有逃避定位 還有剛剛說 為什麼書寫沒有那種 權威膽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它是可以做一點點連結的 就是 嗯 書寫比較沒有權威膽 我覺得是因為每一屆是一樣的 就是它都是文字 就是它是文字對文字的 但是 影評跟樂評 它是文字對音樂 或文字對影響 這兩方面是不對的 而且 我們對於 呃 聽覺的感官和感受性 還有視覺的 呃 影像的這種感官感受性 你再把它畫為文字之間 它的那個能力是 就是它還需要一個把這些感官的感受 畫為文字的能力 就是這一道過程 可是 書品它基本上就是 我讀文字 然後我 我對文字的感覺 就它是文字對文字 所以它 相對起來 它就比較 比較對等一點點 那 但是文字 或者是說 評論這種 文類本身它的敘述 是有一個這樣的權威性在 那 再加上剛剛 剛剛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呃 逃避定位 大家現在都接受這種 比較後現代的思潮 然後去中心 比較權威 有這樣的思潮 所以好像我們評論 也要避免定位 所以你會發現 某些評論就是 寫到最後好像 你能夠寫什麼結論 所以它就是 blah blah blah講一大堆 然後也是很滑美的詞彙 然後 嗯 這篇評論到底在寫什麼 不知道 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 逃避定位的狀況 那可是 這就是我完全逃避 可是其實我自己認為是 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評論 要用評論來展現自己的評位的話 呃 那個定位某種程度上 是必要的 可是那個定位 並不是說它的客觀應 是它在你自己內在的地方 就是 評論應該是 你藉由文字的論述 去展現這個文字的對象 它不然它是書 電影也好 音樂也好 或其實像各種享受都好 你去展現這些對象 在你內在的定位之下 然後 你去用文字講說 它為什麼可以站著這個地方 就是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 剛剛講到 還要講到文化這個東西 其實文化 呃 大家可以去看 Ramon Williams的那個 關鍵詞 它其實對文化這個詞 套求這個詞 就是三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就是 呃 比較 呃 怎麼講 精英的定義 就是 當我們說你是有文化 或沒文化的人 好 這 這個文化嘛 它就是一個比較精英的定義 就是我們說你是有文化的人 就是 比方說馬英九 或是柯文九 裡面講的文化 就是 它就會是那種很精英式的觀點 然後去區別說你是到底好壞 那這是文化的第一種意義 第二種意義是 它是被放在美術館 或者是國務館裡面的東西 就是它是 它其實也是被 具象的 然後被機構所收藏的 或者是說 欸你要 你去看這些文化物 它是一個具象 那第三種文化的定義 它是一個 生活 就比方說 我們說 欸 動漫有 所謂的動漫文化 或者是說 推理小說有自己的 推理小說有文化 它是這一群人 這個社群 它跟共同經營 有一種生活模式 那這樣子的文化定義 它其實是比較不是用高低位階在看 哪個是說 所有的文化其他就是平衡在同一個位階上的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哪個是比較好的文化這樣子 那 大家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家 對於文化的感覺 或者是 會覺得比較好的人的一個景色 那是 第三種吧 對不對 就是我們當然不需要把文化 變成某一些金融所掌控的東西 然後追逐文化只是為了 進身更上爲的階級這樣子 然後 但是這個就回顧到我們今天的題目來 就是 品味可否民主 或者是品味可否普遇這件事情 老實說我覺得 應該要這樣子 還是有難度 現實上的有難度 就是 呃 什麼叫 回到我剛剛第一個談的是評論 我後來覺得什麼叫評論 就是 你去 我會 我會 反而會把它當動詞 你去 品嘗出這個對象的好在哪裡 就是 有些人把評論當名詞 就是 有評論或是評論 可是我覺得你會把它當動詞 你去 你去看出 你要評論的這個對象 它的 好在哪裡 有些時候那個 好或壞 嗯 它是 跟一般 大家流行的觀點是 不太一樣的 或者是說 某些時候 你必須要對這個東西 有一些專精力 才有辦法去 做出好的 判斷 做出好的評論 我其實覺得文學很難舉例子 我會舉一些大家生活比較 懂的例子 就是 食物 就是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那種 特殊的美食 然後就是肉 就是 米其林 一型的那種 一型二型的材質 還是大家平常就是吃 呃 呃 路邊韓 或是 小吃這樣子 那 通常我們一般來講的品味 就會覺得說 好像你進高級餐廳 才叫有品味 然後你吃這種 路邊韓品 那種就是沒品味 對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 而且說 你在吃小吃的過程中 你如何去講出那個小吃 這家小吃店 比另外一家小吃店 好吃 的那個點 那哪 就是比方說這家店 它的那個鹹味跟甜味 其實是 調和在一起的 另外一家店的甜味跟鹹味 是 沒有調和在一起的 其實這是有差的 但是它很細緻 但你吃起來 你就會感覺 就是你 我們最後 我們通常得到的就是一個綜合的感覺 就是 嗯 這家比那家好吃 可是要你說為什麼這家比那家好吃 你可能就會開始想 然後每個人的理由就會不一樣 可是這個開始想的過程 然後你如何把你想的這個過程寫下來 其實它就是所謂的 你自身品味的誕生跟那個評論 就是那個評論跟那個評論的誕生 都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才會出現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那我覺得你把它換到音樂上來 或者你把它換到文學上來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像通常一般的觀點都會講說 好像奇幻小說 科幻小說 網路小說 網路小說 都是通俗的文學 都是大眾的 所以就會說 它不入流 沒有價值 可是未必是這樣子 就是 這些 所謂的通俗小說 網路小說 它有某一些套式 但是這些套式它反映了什麼 然後為什麼這部作品會是這些套式類型裡面的經典 比方說為什麼海賊王 就是這種少年漫畫還會少嗎 沒有啊 就是層出不窮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海賊王是經典 它一定有一些它比較厲害或它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或者說它把這個pattern登峰造成 或者說它在這個pattern之內加入其他的東西 或者說它的設定上的矛盾比較少 種種之類的 但是當你去把這個東西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就形述你的評論 就說 我去判斷這個東西跟別的東西 這個東西好 這個東西一般普通 原因就在於中間這個細緻的差別 然後這個細緻的差別 你把它仔細認出出來 我就想 其實它就是評論的功能 這樣子 因為你有點閃的 看一下我自己的筆記 剛剛其實還有講到公共性這個 就是說 很多時候你在講評論 大家都其實在講說 這個東西很好 我為什麼覺得它好 就是 第一個我覺得是分解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可能是 你看你一部電影 你覺得說 這真是太好了 然後我要為他寫點什麼 這個演員表現很好 然後導演表現很好 然後劇情表現很好 這可能是第一個層次 但第二個層次是 像我剛剛講 你去更細緻的辨識出 它的那個好跟 為什麼是它 它的這個好跟別的電影的差別在哪裡 那個差異要出來 然後那個細緻的差別是什麼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說 這樣它細緻的差別 它開啟了什麼樣的 新的可理性 那我覺得當然評論它要到 走到第二或第三個階段 如果只是第一個階段 它可能還只是在 一般的新的階段 就是新的階段 可能就是剛剛這樣 因為講就是看到你那種 就是 某某導演曾說過 電影就是要 怎樣怎樣 啊這部電影就是 體現了這個導演說法 所以呢 就是 所以你就是追隨這個導演的看法 其實評論不應該是這樣 所謂公共性是說 當你把你的感覺跟你的判斷 更寫得越細緻的話 大家越能夠就這個東西討論 因為其實感覺這個東西 沒有公共性 它是不能討論 你要說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酸 但你比較耐酸 你就吃了覺得說 這沒有很酸啊 那我們來這邊說 它酸不酸它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感覺 所謂感覺沒有公共性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到最後 我們是在一個沒有辦法討論的東西上 那你要把那個可以討論的基準 從這個細緻的地方抓出來 然後 再來是說 把它和個人的好物 可能要做一些分離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 為什麼今天要這樣細緻的來談這些東西 尤其因為 其實就像這個 這次對談的那個文案 譽和寫啊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好像都把那個品位區分 然後我們在做網路討論 特別是網路討論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貼標籤 就說 這就是庶民的文化 這就是庶民的品味啊 或者是 這就是 什麼高雅的 然後好像 打庶民的對定就是高雅 可是很多時候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當然也是很支持 比較長名的文化 或是我當然也是很支持 比較精釋的文化 可是就是那些評論當中 他們並沒有真正去 仔細練習出那個好的點 到底是什麼 就是他們只是 就接受了這個標籤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先 再重新思考這件事 或者是說 針對這個 青少女的這個 這個評論獎 其實我也是希望說 在這些評論裡面 大家可以盡量去把這樣子的部份 給我寫出來 而不是只是 闡述個人的心得而已 那最後我做一個筆記 但我已經忘記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好 就是 品味這個東西 最後要講的是文學獎 因為文學獎它是一個蠻特殊的場域 但是評論文學獎我都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要講的是一般的文藝的文學獎 我覺得一般文藝的文學獎 所以是所謂品味會展現的時候 每個評審品味會展現的時候 那 我這幾年開始接一些文學獎 然後 我這些小卡都只能接初選 初選就是從 一百多件你要淘汰剩十件 就是一百件 一百 呃 大概 有130件的閃文 然後要淘汰剩五件 給決選老師 這樣 所以你要淘汰掉一百二十五件 然後每天閃文的字數是五千字 所以五千乘以 一百三十是多少 欸你們注意很好 好 沒關係 就是很多 那 蛤 用什麼關係 然後通常這個閱讀時間是多少 通常都一個禮拜 通常都一個禮拜 通常是一個禮拜 我對 我自己實際當評審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通常這些稿件我可以三個小時內看完 就是 我在評論上可以看開頭前三段 我就知道這篇可以進去還是不可以進去 然後先掃過一遍之後我可以掃掉一百篇 剩下三十篇 我再看一遍 然後再掃掉可能剩十篇 然後在這時間再慢慢去做 那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評審在這個過程中 是比較沒有辦法去討論品味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反昇性的空間是很少的 但是 但是當跳脫評審角色的時候回來思考這件事 其實那個 那就是一個品味的展現 就是 如果不是文學獎這個特殊的機制或場域的話 這些文章其實我搞不好都能看出它的價值 因為它都是貼在臉書上的動態 搞不好每天我都會細細地把它看 然後按讚 按愛心 按笑容 可是當它是文學獎的時候 其實那個所謂品味運作就是 我知道什麼是文學獎要的品味 然後我可以很快地去抓準這個東西 然後去做淘汰或篩檢 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就是一個權力的展現 但其實我並不喜歡這樣 但是為了這個評審費 搞不好沒有啦 因為某種程度上我覺得 一個場域的這種品味的建立 它當然還是會需要一個權力的運作 那當然我們一直在講 去除權威或者是去中心化 並不是說完全讓這些權力都消失 變成一個真空 然後大家大亂鬥的狀態 因為大家變大亂鬥的狀態 其實反而也是沒有公共性的 那所謂的我覺得比較好的去中心 或者是能夠對這些權力保有反身性思考的方式 是說這些作品出來之後 大家不要把它當成絕對等 然後可以盡量再去挑戰它 就是說對作品的再評論 或者說對評論的評論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營造健全評論環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大概回應這個英慧獎的部分 大概回答一下你們幾點 我們今天現場應該有很多 對於這個主題很有興趣或者關注的朋友 那我們就是也請 接下來我們也請大家來多多說說自己的看法 或者說有什麼問題想要跟這個英慧獎 在套我們來做討論 那我們先有沒有 那我先請問 就是我是想從一個定的總統這樣子 就是我大概在我高工時期 我開進一書堂的部落格 那那時候出版社有一種很常見的行銷手版 那個試圖 什麼意思呢 就他們會把一些書本,他快要出版了 他們去線上找一些部落客 然後呢寄那種就是要出版的一些那種書稿給他們 那他們在出版期大概是一個前一個月左右 現在他們的部落格是常發表一些書品阿、心得阿 然後達到一個口碑宣傳的效果 那當時找的部落客大部分都是素人 因為像我當時是高中生 那我是學校同學有在寫這個 然後我就注意到了 然後同時間也因為就是達達在寫 那時候好像有個 樂部有個網站叫什麼 也是叫不讀會史俱樂部還是什麼東西嗎 然後會定期PO這種資訊 然後他們就會有一個你可以去索取書稿的一個就是信箱 每個出版的時候會有一個負責人負責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那個就會有人一足一記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他就形成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圈子 就是因為其實真的在寫書品的部落格並沒有很多 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說是 你會發現每一次都是那ABCDE的部落客寫這些東西 然後因為大家有素人 所以其實當時也出現一些很奇妙的狀況就是說 像我自己就會知道說我這幾個朋友當中都在寫書品的 我知道說某幾個人他的品味比較偏某一種類型 某幾個人品味比較偏向他不會寫壞話 他一定都會寫好話 然後某一些人的就是文字很漂亮什麼什麼 如果大家會比較便便 然後那時候還有出現一些討論 像是否是否有公正性這種的 董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就是一個小圈子內大家很認真討論 然後我們當時還很認真因為試讀他的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沒有收入的東西 就是你唯一收到的就是出版社 在出版這個書本之後他送給你一本出版的服務 就是你拿到的就只有一本書而已 所以因為他回饋真的是非常非常補落 所以某一部分來講大家都還算是想起裡面的東西了 那他其實是一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說 因為我剛剛也感到那種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是為了寫這個 我也是很認真去學說 喔你這樣子寫法看起來很有權威感 這樣寫法看起來很有客觀性 然後也漸漸因為別的同學的一些指教才意識到說 我讀這個書品然後我在評的推理的時候 我最好上述到這個推理的文脈 他從誰開始然後出現什麼一些就是 比方日本跟歐美是不同系統的層次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野生的文學體位的養成 然後他其實跟這個青少年的評論家 完全不同的事情是當時出版社他們丟的 絕對不是這種很高端或者是困難的東西 他通常都是一些通俗跟你講說 通常是歐美跟日本的小說居多的 然後就是他其實 可是你可以發現這件事情是大家討論的東西 其實也是有點類似的 就是這個書評能不能當參考 還有這個的人的喜好是怎樣的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到底要從哪個角度去看 他其實角度是類似 但是可是他長出來的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是算是另外一個補充吧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很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部落格慢慢撕毀了 所以我當時認識很多部落科 後來要不是關了 要不他們轉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有些人真正進入一些就是 真正進入一些網路上的 現在像Entrance這樣子的一個文學的評論品牌 用的是寫一些專欄之類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就是比起那些作者們 因為我自己後來發現去的時候 有很多的線上評論品牌都發現 看一看去 欸整個都是作家兼評作家 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講 我會比較信任的是當時這些跟我出現在網路上這些的 我們就算是野生的素人 他的縮寫東西是我會去信任的 因為可能是某一個覺得是捧類 然後就不會相信他們的想法 但就是一個算是 但是我其實就做了一個重說明 就是除了這種現在大家很熟悉這種 線上品牌的話 線上的一些評論品牌外 其實還有個這邊有這款的東西出現 你們可以組那個秘密讀者2.0 對 我還沒有朋友叫那個 好 好 我回應一下這個大陸小顧講的 因為它其實分兩個層次來看 第二個層次是出版社它就是需要曝光 所以那是把書品當宣傳的一種手段 它基本上是行銷或商業手段的一環 就是希望大家看了覺得 喔這次太好看了 然後讀者就會受這影響的那種單獨 但雖然我也在出版社認識 但我們今天就盡量撇開這個角色 不談商業這整個 所以我覺得評論它其實是有一個必要性在的 比方說我自己在找一些書的資訊的時候 日本的亞馬遜網站 我通常都是看日文 然後外文怎麼那麼好 我拍日本非常快 所以我通常都是去日本亞馬遜網站看 那收穫都很多 因為底下都會有非常多的評論 就是一本書它大概都會有五則十則 就是非常多 但你去看台灣最大的這種網站 就是柏克蘭嘛 柏克蘭底下的這個讀者回饋其實相當的少 尤其是 呃 越認真的書回饋越少 通常回饋很多都是那種立志書 什麼蔡康人的說話之道 類似這樣子 再為自己回憶 就是我要做我自己聰明學之類的 就是類似這種 就是會有很多心得 那有某一部分是因為柏克蘭有一個青春柏克蘭 就是高中才會被迫上面寫讀出心得 所以新聞就跑過來這邊 題外話 但我覺得台灣的評論環境 確實是非常非常不健康 就是說 大家讀了這些東西 你其實並沒有回饋 那沒有回饋 它很多結構心理其實剛剛英慧也有講 就是說 你就是 你一公佈那個書單出來 然後大家就說 你怎麼叫高中生來評這些東西 就是那種聲音就會出來 可是為什麼高中生不能弄 就是他評出來 他就用高中生的水準來看這些很高水準 他還是會評出一些結果出來 不一定他評出來的東西是 他的評論要是權威或者什麼 可是你可以從中看出高中生怎麼看這些東西 其實評論它是一個發聲 或者是像剛剛 因為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是那個界定自我的邊界的一個證明 那這個東西 它對於一個健全的讀書出版環境是很重要的 台灣最欠缺的是什麼 是讀者是模糊不清的一群人 就是 為什麼日本 他們的文類會分這麼清楚 其實是 他們要知道他們要推給誰 比方說這是少年漫畫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文類的分類 他是以讀者來做分類的 這是少年漫畫 少年漫畫 所以他要打的是少年 但是會看這些漫畫的人 不一定都是16到20歲的對不對 他是以想像一個少年的形象 然後符合他們的需求來畫這些漫畫 可是你不一定要是實際是符合這個形象 你只要心中 假設你是一個男生 但你心中有少女心理 還是可以看少年漫畫 這是題外話 真的就是 我那時候到日本去交換 你知道他們的那個國文學 你就是學 然後他們就是 大學生在討論漫畫 大家都在討論少年漫畫欸 連男生都在討論少年漫畫 沒有人在討論海賊王跟火雲人子 我非常的驚訝 就大家會說 你有看那個 夢幻遊戲嗎 然後你有看那個 嗯 那叫什麼 嗯 風影黑草還是什麼 類似這樣 然後我就 他都在看這種漫畫 就是 好欸 要努力 但是在台灣真的是很難 因為他那個 風影就是粉紅色 就是 GG這書練出 他這邊有一點 小小胖劇這樣 不好意思 那個 就是被規訓的太好 這樣 那性別的劇本 但 不管怎樣 我覺得 日本他們的出版很蓬勃是 他們對這個讀者形象的掌握 是還蠻明確的 那這個形象掌握明確不是 不是只是由出版社他們資本很大 他們去規定說讀者長什麼樣子 同時也是讀者他們是願意回饋的 就他們願意給出說 我覺得我在這些漫畫裡面 得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在這個交互影響的過程中 讀者的這個群體才會確立下來 就是說 日本就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群讀者 可是在台灣 往往是沒有的 就是在台灣 比方說你要說 這本書 像我自己現在在出版 我們這本書要出版了 到底誰在哪 這個好模糊喔 就是你想像不到 然後或者說 這個雜誌出來了 到底他的訂閱戶是誰 因為大家 台灣就是出版市場都很差 所以大家也沒有那個 心理跟能力去做那種 用物資料的交叉比 對然後把這個圖像 就是弄一個什麼年齡分佈度 其實他應該做的 或他應該是要學界 有一些社會學的 或者是經濟學來做這個事 可是因為產值真的很小 然後市場又很小 所以其實都沒有做這個事 那我覺得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評論變成一個相對重要的管道 而且他相對成本很低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讀者 你讀完一個書 你有什麼想法 你就試著用評論把它寫出來 然後去辨別他的好與壞 那第一步 我覺得我們之前半命運讀的初衷 就是說大家都只講好話 大家都只講好話的話 就是道成讀者也不想看也不想寫 因為我就覺得他很爛 我為什麼要幫他寫好話 那或者是說我就要跟你作對 他明明就只有一點點瑕疵 但是我就是很厭煩那些 就是大家把他吹紅了 所以我就寫非常爛這樣子 那他會造成很多不健康的後顧 可是當你是什麼話都能說 像剛剛小布說 就是你的書評是不是作家評作家 你是一個讀者評作家 然後你不需要再讀說 好像出版社給你這個書 你拿人的手短這樣子 你只能講有一點的話 你評論相對可信 大家會願意把自己的意見慢慢講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營造一個健康的評論環境 然後大家願意表達 讓讀者的面貌有情形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真正的一個文化環境 它不是其實作者出版方 它還有讀者這一塊 可是台灣在讀的這一塊就是語形 這一塊就跟蒸發一樣 或者他就是躲在黑洞裡面 其實有很大 不然你們書是要賣給誰了 其他不都存在 可是大家都不現身 然後這其實是一個 蠻不好的狀態 不健康啊 我們都不健康了 想要回應 其實你回應我非常問的問題 你覺得不高興的原因是因為被騙嗎 就是 剛剛那位 小布 對小布 為什麼他要抓他臉 我應該要說什麼 對就是 呃 是因為買了日本書 他寫得很爛 損失精神 還是因為他現在說謊 是 是道德同時上 審下的精神力 大概審下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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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認真思考這一次 就是 呃 不過我可以回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後來 我後來有收到國客來歐咖克裡面邀請 就是我後來是有去 裡面寫清文學 還有漫畫的評論 那 然後我自己非常想講的經驗 我覺得我其實在寫過程中有點默默被歸屬 就是 我們默默被歸屬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 畢竟 歐咖克它是一個 有點算是 凸品經營平台 但是它其實會有點要求說 你要這種 言之要有一種 呃 一個論點 那那個論點 可能不是所謂的好跟壞 就是你不能說 這個角色其實很立體亮亮亮 就是它可能是要 要經營的是一個比較 呃 它可能 你不能就是像剛剛說不只是要講的好壞 你還要再講一些就是更細緻內在的東西 那導致結果的事情是說 我會派本書我的腳步一定不再是 這本書這個地方情節的處理 覺得處理的很刺激很好 而是我要去從這個挖梭喔 這個裡面的一些 呃深度所在 所以導致結果是我在寫的時候 我會默默的變成有點點是 就是影二揚傘 就是我會開始抓出我覺得 對我覺得這本書 比如說看我就應該有推了某一本 推理小說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呈現很矛盾是說 我真的覺得這本推理真的不行 可是 畢竟是 因為裡面是指定要去讀這本的 那我不能夠隨隨便說它不好啊 很爛啊 那我想說那我到底該怎麼走 然後我覺得裡面的男女主角的 關心模式還蠻特別的 那我就針對他的關心模式去 仔細的分析做評論 然後我就避開 我就可能是可能 頂多就挺簡單 比如說比起推理 我覺得更值得關注的是什麼什麼 其實我其實想暗示是說 這本推理真的不得了 但是 但是我會開始去做這個回避的動作 那這個回避工作其實也是我快 我會我還蠻喜歡看歐帕品上評論的 但是很奇妙的是 我看歐帕品上面的評論 我把它當成一個很好看的文章來看 而不是把它當成是我選書的一個東西來看 因為裡面的都是請一些很厲害的 評論者作家去寫這些評論 他們都有辦法從這些書當中 抓到很有趣的論點 很值得思考頂防去發展 但是如果回歸到這本書 好不好看、精不精采 我後來發現我沒辦法從這些評論當中 得到一個很明確的答案說 對好或壞 因為它就是像我剛剛所寫的東西一樣 它會抓論點 抓一個值得去看好的地方 去很細緻的鋪陳 但是它從來不會跟我講一個很好 就是很明確的答案說 這本書好看、這本書不好看這樣子 結果反而我要去得到一些 就是很明確的答案之後 我可能會回到我自己的一個閱讀群組 或者是我認識的一些會讀書的網友 他們就會直接說 這本書我覺得這個地方比較弱一點 然後我就知道 喔好這本書這個地方比較弱一點 所以應該不是我的菜 然後我就可以很安全的說 那我不用買這個了 這樣子 就是我其實我也覺得是一個 因為我只能進 我不知道就是最近台灣 我自己真覺得說 廣播品問題還很多 可是大家抓的都會是 找一些人去寫一個很有深度的東西 可是這些很有深度的東西 其實真的對於我做一個消費者 去辯理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那麼肯定說 我有辦法得到我要的資訊 還是我只把當成一篇又一篇很好看的文章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在讀最近幾年這些 歐寬布阿歐帕阿REMO的那個就是 他的一些專案 所以我感到很困擾的一點 就是我真的 我知道說我出版某些書了 但是這些書到底是不是我的菜 其實我反而是要沒的方法去得吃 這也是我自己最近比較困擾的一點 就是我可能覺得我會生氣一點 就是對 就是我也加入這個共犯解構當中 我也開始變成一種 隱惡、兩善、只說好話、只說好話、只說好話 我們一起去排隊的 小部這個策略叫做隱文寫作 你是一本書A、B、C 重點可能在C 但是你只講A就在給他C寫出來 認真的讀者可能會讀出來 這個隱藏在這個隱文寫作背後的這個意圖 我們在看看現場有沒有什麼 那個朋友要那個才能看對這個題 或者是說對這個 要那種看法 以後每個禮拜他要來 好 我其實是李祖神 然後平常要說看書的話 其實看的很少書的人有 所以要我講評論 其實書籍評論的話 其實有所謂 所以我去講這個 可是音樂跟電影評論的話 我覺得其實評論這種東西 要嘛就是你去一種生活的態度 要嘛就是你是平常的事情去打齊 再怎樣都是由你的生活經驗所引起起來的 所以你要說品味要普及的話 要嘛每個人的生活經驗 或者是生活度調 那種東西很一樣 不然的話我覺得不可能 不可能每個人都一樣 所以如果說要普及的話 有可能只要變相這樣 那個殺這個社會的都會影響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部分之間好是 我們再那個等一下再請 回音樂去看 例如 小爸爸竟然知道我 想到你 那個 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那個去年教育社區高中 不是很好的社區高中 分數是這樣 然後那個 那個 要求學生寫這些 比如說像是 評論的時候 那個 就是他們常常那個 格式跟文字用的都不是很好 那就是 變成說我逼的 必須要叫他們 怎麼寫一段款的評論 評論表出來 那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要求他們去看 逼的文章跟 一個影片 一個是超級外端 如何入圖評論書 那種書件影片 然後 一個是那個 朱用勳在 15年前 寫一篇 那個 寫九把道的影片評論 然後他其實 他其實是在教你說 那個文學評論的書件寫作 那個三個問題 你喜不喜歡這個作品 然後理由是什麼 然後這個 引起這個你們的 作品系列在哪裡 就是我 就是 這是我也是一個 避他們寫的 稍微看起來還能看 那個 好不好是 這變成是 我在訓練他們 就是 叫你們要 變成非常低的一個 入名寫作品 那 我現在其實 雖然 因為我會在Uplus 作為決定工作 但我懂不懂 然後 我是覺得 希望學生們 可以到 可以投 Nplus的 這個節目 還有那麼一點 努力的空間 因為 我上個月 我 慌狂推學生到 我已經看到 課徒學 然後 那個 我覺得沒辦法去投 請教你 我雖然很 很希望他們去投 但是 我現在都覺得 現在突然出去 都是 另外就刷 人家 謝謝 太誇張 不 logos 您等你們 請我問 你好 那我想要講 跟剛好朋友 這位 比較想 就是在講 俘羅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 討論的 標題是 你會哪些破俘羅 那他剛才講的是 可能要求品味一樣的追魔煞這個多元性 那我自己認為呢 品味可能某種身邊代表一種價值觀 那 就像 呃 呃 我剛才也說的 就是舉那個品質的例子一樣 就是 它的甜顯 就是 可是我 我自己認為說 你可以說這個甜顯 如果它融合得好的話就是沒有多元和感 那我看沒有融合在一起 但你可以說它有層次感 但每個人的 對於這個東西的看法 就像這樣 就是價值觀 就是不太一樣 那就是 就像大家 呃 呃 高中都有學過的那裡面 There is no comfortable taste 所以 我想表達就是說 呃 可能 品味 它背後的那個東西就是價值觀 就是它跟心得的差異就是 它像是一把糧食一樣 你要精確地定位它在哪一個客戶上 那 我想要請問的是 呃 因為剛剛 呃 呃 eral the His words gger 講說 呃 您認為 應該要普羅 但它有它的難點 那我想要問的是 它應該要怎麼樣的方式普羅 或是說 呃 為什麼它應該要普羅 因為我跟這位約定者的想法比較接近 就是認為可能這個會抹擦掉某些多元的色調 所以說這個你會跟多元的討論 對 我剛回答一個老師的問題 不是問題老師的問題 我可以感嘆 首先是 我剛剛聽說 你知道原來從文學的文學講有一些是會有提官 我們沒有提官 所有的人 大家要認真投稿 因為我們沒有提官 所有人都是被學校的評審一面一面看的 對 因為老實說 我不太理解這種設計 就是第一彎的 因為我已經不一樣這個讓我們再幹嘛 就你們的時間 時期比較低 這樣 就是太早了 我們沒有這樣做 就是 你目前的投稿量來說 我們會給評審一整個月的時間 所以他們都是很忙很多 我們都是教授的 然後有些 我不能透露金 真的很好 就是他們都是有爭執工作 然後有很重要的事情都要做 但是他們真的會很抵抗 然後另一方面是 其實那麼大師 一直都有高中生 而且是來自明明 所謂的不是很高的高中生 真的抵不高 其實是可以 也許不用純白工作的思考 也許有一兩個人 可以特別做抗 你可以贊給他寫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明觀 對 也許我們會找到什麼 就是很厲害的 不好意思 我又要按那個 去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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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錯字 錯字 錯字不是種的 對 有想法還是種的 真的 沒有 沒有嗎 因為他這麼想跟你講 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平鵝 我覺得兩位會有這種想法 是因為我們剛才強調 所以我們看這個詞 聽起來當然用動詞 那其他不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全部人 全部人都 有完全一樣的價值觀點 是不是 我剛剛有個題目 我還在臉 沒有 等一下 他又 好 有想想 就是大家還記得這個題目 畫很清楚 還有 喔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把文化 普羅文化其實也不會一整塊 都是同一個顏色 它會是 只是我們要整個定義裡面的某一些交際是個高尚 就是這個東西是可能的啦 因為這兩個東西會讓人理會啦 因為這是個平面圖 這是一個高普通 所以它在路上空間展規格外 但是就是管面的文法 不用拿心情的狀態啦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把高尚文的話 所謂的高尚文的話推給全部的人 感覺就是極權不讓人做到的事情啦 對 就這樣好玩走不到啦 實際上那個也不要走不到 真的不用擔心 好 我也是先回應品味要普及的 還是普羅 還是民主 其實我覺得那個標題跟品味能否民主會比較 因為我覺得品味要普羅 好像大家會Cache不到 我自己Cache到的意思是說 因為通常我們在講你是有品味或沒品味的時候 那個有品味就是等於說你是有文化有教養 就是你是一個更高等的人 然後可是這個標準什麼叫高等 什麼叫有教養 什麼叫有文化 這其實是由一群很小一撮精英分子去定義出來的 然後它也有很多限制跟門檻 就是假設你的經濟條件不夠 或者是你的出生資源都不夠好 那這樣你就會變成一個沒有品味的人 那所以所謂的品味能不能夠普羅 就是說那底下不在這個階級裡面的人 底下的人他們能不能夠形成自己的品味 或者說他們能不能夠看出 他們能不能夠同樣得到這樣子好的 對好的的賤賞或者是價值觀 那或者說如果標題改成品味要能不能夠民主 就是說那如果底下的人 大家對於這個品味的標準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能不能夠對這個所謂的品味提出意義 就是今天晚上定義這個標題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跟所謂多元性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品味是可以多元性的 就是可能是用詞方面的問題 就是我想我會因為我們可能這個都把它當前提 所以我們就先跳過沒有很仔細再講這塊 就是不好的意思 但是我們的立場基本上都是認為 不要不是說只有在高端這個階級的人才能夠 用給我所謂的評論 而是說每一個階級 或者是每一群人他們自己的生活 他們只要能夠活出某一些好的地方 然後他們覺得這東西很棒 他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列為他們自己的品味 然後他們就可以以這個標準來生活 以自己的價值觀來生活這樣子 那可是為什麼我剛剛會說 我覺得這個品味是 普羅是有困難的 是因為 當你能夠細緻去辨別這個東西 它還是會需要時間 就是 比方說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工作非常忙碌的人 然後每一天三餐你就是只能夠小吃 它是隨便解決 它是隨便解決 上菜五分鐘之間你就吃完揍人 然後你從來沒有好好吃過一餐的人 你要如何去品味出這個食物是好的或壞的 你根本沒有那個時間跟心理要來 但是你的經濟條件一定就是 你每天吃飯只能這樣子吃 你根本吃不出它裡面的好的那個給它 所以那你可能就 因為這樣子的現實條件 可能沒有對這個食物的能力 那大家現在的情況可能是 你可能是低心 然後大家工作很辛苦回家 你一定沒有空看書 因為看書其實蠻累的嘛 你還是要動腦 或者說閱讀其實是累的 那也許你的閱讀經驗就變少 或者說你就很難一直把心理放在書上面去想說 你這個書到底它的好在哪裡 所以我所謂 品味要俘羅有困難的點子在這個現實層面 就是說 並不是大家都有那個條件去好好的品味 我今天講的是動詞 品味一個原對象 但是如果有這個條件的人 所以我才會希望說 如果有這個條件 你才更應該要評論 你才更應該要評論 把你的評論的這個過程 論述出來 讓這樣子的群體知道說 喔原來這樣是好的 我覺得這是不分大小好壞 就是說 比方說 剛剛有非常多位是 講台語的嘛 因為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是 從腳下就講過 然後台語講得很爛這樣子 對 你很搶天喔 但是講得很爛 所以我就不講 然後有一些文學作品 是用台羅來寫的 那我覺得它的難處會在於 並不是說台羅寫的作品就不好 而說難處在於中間還少有人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他這樣寫是特別好的 那因為現在光是這樣的作品 可能量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會變成說 好像你光是用這樣的寫就值得加講 可是所謂的品味可能還要再更緊接一層 然後再更細緻去講說 為什麼他這樣寫是更好 就是其實一個文化的那個 它的這個好的價值被建立出來 它的這個過程是有這樣細緻的幾道手續的 那我覺得其實後面這個工作也必須要有人來做 它才能夠慢慢 這個文化的環境跟循環才能夠越來越鞏固跟完善 然後還有那個老師的問題就是 評論什麼是好的評論嗎 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大家都還不知道怎麼寫評論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只能寫新的 就是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不喜歡這個東西 我為什麼喜歡 我為什麼不喜歡 可是當評論的環境蓬勃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自己個人的好惡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或是說你自己個人的好惡重要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拿來討論的點 就是你可以出於我的喜歡 或出於我的不喜歡 但是我看這個作品 我可以有其他的評判標準 我自己都蠻常這樣 就是說 比方說我知道 我比較喜歡某一種風格 然後可是我看這個作品 我其實不喜歡這個風格 但我知道它是 假設我喜歡A風格 這作品是E風格我不喜歡 但我知道它是E風格裡面的佼佼者 我還是會說它是一個好作品 那我的評論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 它跟我個人的好惡就是 是可以分開的 這樣子 那我覺得評論 當它變成一個 你要講的就是說 什麼是好評論 其實它會走到一個比較後面的階段 那但是 前面當然它會是 你當然得要從自己的感觸處 你要跟自己評論者主題到的也結論 會比較能夠去想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的樣子 大概可能 大概可能 但是因為胎弱一直被點名 而且點名很多次 所以我一定要講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就不用講這件事情 因為 你們根本 可能就不知道它的好或壞 那有什麼好討論 我的問題是 幹嘛要一直點名它 我都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 你有辦法辨別好壞的話 也不需要討論 你就自己看 這個是寫的好或壞 不是說量少或多 如果它講量少或多 其實有很多語言的寫作者的人都很少 那我們可以直接說 那種文學都很爛 比如說冰島文學 可能才多少人在寫而已 可能人家是有得諾貝的文學獎 所以這種人多或少 或者說怎麼樣 你自己看不懂或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評論說 欸 那為什麼沒有人寫英文的 我們今天 英國我在 我在想今天要討論 基本的預設應該是說 華國文學吧 我不知道啦 還是說你們真的要 很認真地討論太多文學 因為這個感覺好像就是 一直在點一點點這個東西 到底目的是什麼 我不太理解你的想法是什麼 今天因為剛剛一談到那個 我還有庭位 那我來談一個 台灣這一年來 最要詭的一件事情 就是米其林 幾顆星的餐廳 那什麼叫米其林 這是那一顆本台 長得像旺旺一樣 好的 不要是那一個 那 在義大利的最好的餐廳 絕對不會是像米其林那樣子 你三個月要改對 米其林是以前 什麼叫做普羅 什麼叫普羅 普羅拉丁文就是普羅類說什麼 一群就是階級的概念 公產階級的概念 勞工的 是可以大家可以共享的一個概念 它並 它其實它跟品位是無關的 品位只是一個個人的一個知識經驗的 學習的一個貼起的成長 這是一個很重要 那一樣嘛 你就是 就是我講說今天你說好壞 不能用你的流行 或什麼 尤其是一個時間的更成間 它到底會被沉澱 那我是覺得說 比較重要的是說 每個人要有個人的品位 我講一個 會穿衣服的人 絕對不穿女孩 是穿出品位 它的衣著是可以混搭 不然它穿出它自己的個性 而並不要去複合別人幾樣的 那剛剛有複合那個 就是全面那樣 世界上都老大講的 人的東西是一樣 你越少種的東西 我是覺得它是越有可能性 它是越有可能性 那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台灣越來越缺乏 就是所謂的獨立性 個人的獨立自主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說你要去走一個 比較普羅 或者品味的 我是覺得 是應該從這裡去做編制思考 那多一點嘗試經驗 你可以去做一個反省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不太 剛剛也很有趣 我這個一開始 因為我本身是叫設計 然後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那個在畫面裡面 因為其實這十年來 台灣有一個很視覺化的音樂裡頭 而不是邏輯思考的樂 我記得我以前我讀十算的時候 我一年級的時候 高一 我們的國文課呢 是我們老師要求 我不要求我不要讀實際 一本喔 一看到那個全部文言文 還沒有簽點喔 一定要買沒有簽點喔 那一天老師要叫你說簽點兩頁 就是那個標準 標準很棒 還要寫 把它簽出來以後 你還要寫白話我自己 這個就很有趣 訓練你的品味 他一樣跟做菜 如果你把你說的 我就要舉一個例子 就你如果把一天規定自己倒菜 你把它放出來在廚房裡面 就開始自己有花梨菜單 去念自己的品味 然後直接在外面去吃的時候 你就看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開始會有間階的東西出來 我現在談的階級就是說 一個所謂的比較題目 所以這一樣嘛 剛剛有一位同學 就是同學他講說 在閱讀的時候 他就看到其實 其實什麼書喔 什麼書都是好書也都是壞書 是你會不會在裡面去學到人家的優點 人家會出一本書 就算他每天都是標點5號 全部都是標點5號 他是還有節奏的 阿威爾他之前他寫那個思覺詩的時候 他用一文字 他就可以寫出一個思覺詩的畫面 是有節奏的 所以比較重要就是說 還是回到就是說 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品味的時候 你自己要如何 就在從普羅大眾裡面 去思考你自己的例子裡面 這比較重要 而不是銀河和普羅大眾裡 大家認為這樣 那樣就是對的 其實那個目一定是對的 那只是提供你一個 比較一個類比的東西 就好像說我們講說 彈魂 跟科魂 然後就是這次的學題 可能我們看一下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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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來越越清楚 對不對 就是滾水裡面 到這邊會淨下 那一樣嘛 所有的業品很多東西 那我是覺得 現在比較差的是 台灣一直都是 就是你請人家寫書品幹嘛的 越品什麼東西 都不會罵人的啦 都是講好話的啦 是不是 還看看嗎 你自己看吧 自己自己買書 或者到成品 也不要成品書那麼多 也就換一換看一看 自己看一看這來買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到那邊買 就是多到 到牧蛇這邊來買也不錯 好 謝謝 就是那個小牧說的 如果說要講話的話題 然後用我們那種 那個威脅做的方式 但是我跟大家說 就是說 評論這個文品 剛剛在歐洲大陸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就是非常的 不留情面 然後那個評論家 或者說當時因為 可能就是文人圈 就是大家這種 佔的東西非常的 這個 這個 用現在說法來說 就是說佔的非常的激烈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然後他會延伸到這個 實體的場合 比如說 那個時候有 那個類型像是 灑溫這種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 大家就會開始 比如說 一座家 一座家 然後其實 吵起來 那時候 也會有那種 秘密制度 就是 會發生下面那個 奧爾斯文的那種狀況 點個秘密的事實 不是 我前面有學長 這個 然後大家就吵起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 後來呢 有一個 活了很久的一個 呃 大概 大家都有成功 叫做奧爾斯 他就說 這個東西就是 公共場域的這個原始 就是這種 我們現在在講什麼 叫做公共 或者說我們剛剛一直在說 比如說 然後評分的論民主 或者比如說這個評分的問題 其實他的原型就是在那種 做者 和讀者 這種 其實非常的深 非常的深刻 然後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這種交流 所以我們在看 臺灣青少年 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 生為一個臺灣青少年 對 我想說 是 就是 我們的教育體制 一直試著 用一個 一字化的標準去 量化文 然後 去 試著找出 誰比較適合 繼續 呃 讀書 或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我們缺少的是 如何 讓學生能夠更多人的 去 看每一個 事情 像是 我們的國文課本 或者我們的 歷史課本 之類的 它其實都是 帶有價值觀的 可是其實 考試 就是要你填 要你填那個答案 但 事實上 就像這邊講的 評論 評論到底 我們要的是 多元每個人可以 產發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 只是 用那一套的東西 那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 教育很缺乏這件事情 那 也就是說 或許 我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在至少讀高中的時候 接受到這些東西 然後希望 在座的各位大人們 可以讓你未來的小孩 有更多 這樣子的 發展空間 並在座的一些 老師之類的 而且你在發信 無力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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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 讓那個人 可以跟那個奧武做 不可以 所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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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其實 有 神話 就是 大家 造物長來很好 但是因為 剛剛有比較關於台語 龍紋違 因為第一個台語 遵守 那麼 我們 為什麼會遵守 來 回頭 分散 方向 其實大家還記得我開始講台羅的時候的一套劇 但是因為我在講說後的人民不是社會上那麼猛的每個人 也不是每個人社會中的荷蘭英軍也是各式各樣的社會群體 講台羅推廣台羅的人是一個社會群體 他用他自己的文化的方式在抵抗主流的手邊 所謂的主流就是我現在只能看暗字 只能講 其實我完全不太懂台語 我也會講台語的單字 可是我連在使中我非常沒有分析 我是沒有自信講出來的 我是持人把他講出來的 就是我是在一個我認為這個東西是一個好注意對方的動態 在正面的方式會提到他 只是我們沒有深刻的往下講台詞 那我相信就是我對於社會的表現提到台羅的時候 我絕對會想正面的 也就是希望他變得帶社會人更大的主張 可能不知道怎麼講 然後傳來的這些 我可能要先道歉 就是也許你會覺得我不是台羅圈子的那個人 然後一直在對這樣子一個寫作類型 或者是寫作語言指指點點 也許是這一點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真的必須要先給你道歉 那我在這邊其實想要提的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其實兩個東西 除了品味之外還有在講評論 那評論這個東西它其實還有一個效應是 它會讓這個圈子外的人理解 就是比方說這個圈子內的人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這個圈子內的人覺得這樣很好很開心 可是圈子外的人沒有辦法打進去 或者說圈子外的人想要進去 但我不知道我要從哪一個點去切進去 這個時候其實評論是很重要的 它其實跟 呃 它其實不是那麼絕對的量多或量少 其實那個評論本身的論述是 呃 它的力量是很大 就是它跟那個數量是 比較不一定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我想我自己自身的經驗 就是 活活活活學 我是日文系的 那我到日本去讀了一些他們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文書 他們寫的小說 老實說 以我 呃 我小時候的對於文學或小說的養成 是看歐美的現代小說 就是 海明威啦 馬格斯啦 杜士特爾夫斯基 然後 莫伯桑等等 就是 我是 我的小說美學標準本來是這一些 因為我大概在高中的時候 學學的經驗是這一些 但是當我進日文系 然後 然後 我那時候讀日本文書 可能已經讀到 川冠湯城 或者是三大樓季服 我覺得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好作品 但是當我拿著這把尺 然後回到 我到日本去教他留學 我在那個他們大學那裡 讀 明治時代那個時候 小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每一篇小說都寫的好爛 那個當下的第一個感覺 真的覺得 每一篇小說怎麼都寫這麼爛 因為我在那之前我已經拿了一個 非常小說藝術發展到非常純熟的一個美學的詞 去看那些東西 可是 在那之後 我看了一些論文跟評論 我漸漸知道說 噢 這些小說之所以爛是因為他們沒有學到 西方歐美現代小說的這一套美學標準 可是他們有另外一套他們自己覺得好的的地方 那我要如何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要靠評論來倒數的 那 其實說真的 我在那個時候的日文能力 搞不好 我其實現在是讀得懂台羅的 可是我那個時候的日文能力 跟我現在讀台羅的能力 其實搞不好是差不多的 就是 看得懂大部分 然後可能 看得懂一半 但是一半也是需要頒字典 或者是再去找文法 然後可能還是有一些東西是看不太懂 大概是這樣 然後 一隱隱約會去理解說 他到底好在哪裡 那 我剛剛之所以主要台羅也許 其實可能就是一個 我一下想的例子想不出來 所以 就拿這個當中 因為 就我所接觸到的 我覺得 這一塊 往外擴散的這一關 也許是相對弱的 就是至少在圈子外的人 我要接觸好像比較 台羅的作品 偶爾會聽到 或者是說我可以接觸到 可是台羅的評論 我反而是 那個接觸對我來說是困難的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當例子 但我並不是說 台羅的發展是不好或是 其實 我們回過頭來看台灣文學 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 比方說 我們現在都會講說 什麼白鮮永是經典或是 為什麼它是經典 就是因為 當初那一小撮人 不斷有一些人去說 哇它寫的哪裡很好 然後這些人 後來又進到大學裡面 當教學 然後不斷把這些東西 交給底下的學生 告訴他們說 你看這些東西 就是寫的很好 的東西 所以大家漸漸養成了 這樣子的價值觀 那 並不是說 他們養成了這樣價值觀 這就叫洗腦 或者是什麼 當然這是一種品味的複製 所以你用社會學的觀點 當然是一個 就是品味在生產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當我們用藝術的觀點 某一種藝術角度來看 欸確實 它在某一種美學角度上 也是有達到某一種成就 也許不是就是那麼厲害 但是它確實是 有達到某一種成就的 那 那些評論的功用 在那個時候其實是 幫湯法這個東西 確立起來 當然它那個時候還有 還有一些 嗯 我覺得是需要 轉型正義去處理的 那種權力的問題 可是 老實說這個模型 如果我們去除掉這種 權力不對的狀況 這個模型 就是說 用評論去 把一些作品的美學給 論述出來 然後把那個評論給建立出來的 這一環 其實是 對於一個這個文化圈來說 這個社群共同學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台灣其實現在 都很缺乏 那 但是華文其實真的是不法 這種論述者 因為就是學院裡面的論文 或者是很多 直說就是中文系的 就現代文學 或者是 他們其實也都一直在做這件事 就是不斷地去說 這個美學多好多厲害 那 那 這件事情其實他們就是在 確立他們自己社群的文化 那 你要跟他對抗 有一種方法是說 你不去反駁他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方法是 你自己也建立一個夠強韌的 這樣子的文化體制 就是我剛剛講 一直舉台羅為例子 也許我的 就也許 我的語氣 或者是態度 讓你有誤會 可是我的初衷其實是這個意思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台羅好像都 沒有美詞 或者說沒有糖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那個論述當他夠強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特有在哪裡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例如說 台灣文學好 我自己是唸台灣文學的 當我用歐美 歐美小時候的標準 去看日治時節台灣文學的時候 老實說就是 都學的語都蠻爛的 但是 台灣文學有人去論述它 有人論述出 那個時代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 他們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寫出來那些東西 為什麼是好的 有人去把它論述出來 其實那就是一個 很會的建立跟養成 那讓他變成比較健全的一個 文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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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剛剛之所以舉凱羅寫是希望說 也許 因為其實我是有興趣要 接觸這一圈 可是對我來說 反而會有點 不得其 像我之前自己 剛剛講的秘密讀者 我跟秘密讀者有做過 有一期專輯是 去介紹東南亞文學 那期其實做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在台灣 其實你也看不到任何 關於印尼文學 關於泰國文學 關於 越南文學的評論 他們自己的評論的 體質就不興盛了 所以 所有的資料 我後來找到所有的資料 都是中國 或者是日本的研究 都是外在的人 對他們的定義 其實我覺得這樣 反而是不健康的 所以這個評論應該是要他們 自己內部社群去長出一個 他們自己的 看待自己的觀點 對 那 就是 回應剛剛那位先生的 我還是要再抱歉 就是說 我的本意並不是要去 一直好像戳台羅 或者是攻擊他 那 就是 補足我一直 希望這樣可以給他理解 我們現場還有那個 來自出版業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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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還是 那 那如果沒有話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也差不多幾天早就要 要抱一抱 但是 接下來呢 如果大家還是 有什麼想法 想要跟一輝跟浩文分享的話 也是 可以 歡迎留下來 那 可以再跟他們 再做一些 神父的交流 那 也希望呢 那個 責務來到這邊以後呢 希望呢 可以 每個禮拜五都看到大家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大概到這裡先結束了 謝謝大家